我們澳洲這裡有個牌照準備做倫敦做出來的疫苗 不過這隻疫苗問題多多 如果澳洲人全部都是注射這隻疫苗的話 我們要100%的人注射才有可能出現群體免疫 100% 因為它的實效大約是50%左右60% 而剛剛也收到消息 譬如在紐約時報或者政客新聞網 已經說南非決定不再用這隻疫苗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對南非變疫病株來說 這個疫苗的功效幾乎等於零 那麼它在一次的試驗之中 就有748名被注射疫苗的受試者當中有10個人感染 另外114名被注射安慰劑 即是沒有的受試者當中也有20人感染 19對20 一個是478個之中一個是414 說起來似乎跟沒有注射完全一樣 因此現在南非決定不用了 因為都沒有用 用來做什麼呢 你不注射感染量素和注射都是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作用 那怎麼辦呢 我相信澳洲這裏 輝瑞那隻似乎有一段時間 因為它不夠用 歐洲自己不夠用 美國自己本身也不夠用 所以幾時輪到我們有 你的大疑問 唯有沒有輝瑞 唯有用Astrosynica 但Astrosynica這樣的保護率 我就不知怎麼辦 總之希望我們好運